不平則名,十年如一 MyRadio將於2017年8月18日 在紅磡海浴皇宮大酒樓 舉行十周年的台慶年歡萬宴 門票為港幣380元和1500元兩種 我們已經準備了精彩的節目和豐富的獎品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MyRadio的最新公佈 回到第二天,正哥剛才我未講完 因為那部紀錄片我看完後自己都相當多感觸 只不過我暫時沒有時間再重溫年齡 但裏面有一兩點我覺得都要提一提 剛才我們提到幾個片日提到吳迪州 他自己有原始的檔案 即是他有一個日記 記錄下當時他們開會的過程是怎樣的 但很不幸就是他提出了這個 即是說阻止了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當這個左派的暴動雖然終止了 但是他自己是被批鬥的 被批鬥之後 接著就連累了他的家庭 他其中一個兒子 因為被批鬥的時候就自殺 他是不是 左派人家 當然是左派 他直接負責 做聯絡工作 我記得是否帶委會 我們看那個紀錄片 我才記得 但是這個紀錄片 雖然都兩個小時 但是很明顯 就是一段那麼複雜的歷史 其實上兩個小時都不足以去 很傳媒去看的這件事 那裏面就 沒有訪問到 就是我覺得 很可能都是那個時勢的原因 就是曾育成、曾德成兩兄弟 曾育成我相信 如果他肯說 必然有相當之多的資料 甚至可能他親身經歷的 曾德成更加為這件事 當時坐牢 正寶羅蘭 他是中學生 甚至在紀錄片裏面 也提了一班人 當時十一二歲 十幾歲 有些應該參與炸彈 這班人 到近年 在社會上 他們發出很熱烈的呼籲 就是他們經歷過這件事 甚至有案底 但是 當時 部分人參與過 現在就非常騰撻 譬如譚耀宗 甚至葉國華 都當時也參與過 但是他們完全沒有事 現在還有社會地位 但是這班人 就感覺被遺棄了 被遺棄之餘 其中一個人 可能滿足有識 嚴酷 他又親身 跟這班人奔走 可能他自己也有份子 他自己也有份子 他裏面提到一個項目 當時有很多人 在獄中被虐待 他只是說過被雞奸 但是這個 跟著一個紀錄片 完全沒有其他東西 他也是大公文匯 新晚 他爸爸是很出名的 金陵春夢 金陵春夢 當時是寫著作家 而且是假的 作出來的 很明顯是左派家庭 那整個幾個片 另外一個給我們 就是這班人被遺棄 當時被人利用了 接著就被遺棄 這個應不應該歷史上 給他們一個公道呢 那片有問這個問題 至於另外一個 嚴武有沒有出鏡 有出鏡 有出鏡 他帶隊 他那個 政府總部抗議 另外一個就是 林彬 當年 這個也是第一手經驗 譬如《大丈夫日記》 《肉霸不能》 那些全部我有聽 你有聽過嗎 有有 很紅 很紅 這件事 我也覺得 那個紀錄片 未能夠做到的 譬如當期商台的人 有些現在還在 陳森 陳森當時也有份說 這些很明顯 當時他們怎麼看法呢 特別是林彬 在窩打落 被人拘捕出來 燒死這個 他們也有他們的看法 但這個紀錄片 裡面也沒有觸及到 我覺得 我不是說 這個紀錄片 有什麼缺點 而是說 兩個小時的確 有很多取捨 但是 我覺得 將來也可能 有人有這個能力 他應該再籌錢 應該再 他又籌 還在籌 還在籌 還在拍下去 因為裡面 觸及的人物太多 而且人物在今時今日 有些人是不敢說話的 因為那個政治的原因 我所說的就是 譬如他來現在商台的人 如果他那個年資到到可以 當時是第一次知道這件事的 或者就算是第二手資料 其實都應該說的 但是問題是你看現在 時勢所限 哇 你整個電台 連十八號司座都變了 變了型 但是十八號司座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這個名字其實是 林彬住的地方 對吧 所以你說 這些東西 要說 當現在的年輕人 就未必有興趣 但是起碼說出來 就是 將來有人要看歷史的時候 就不要讓現在這個政府 去散改歷史 好意 消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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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是消失檔案 真的消失了 因為 我想他 那個紀錄片 初頭提到那件事 就是現在政府檔案那麼少 我相信這個是有意的 有意 當然有意 不要提這件事 那有意 你可以推開到什麼 就是 喂 現在看起來 都覺得莊奇做這件事有問題 哈哈 因為你很簡單 共產黨是做輕這件事 我 我 講一件事 最近我去這個 捉住 見到 史太南的故居 整個屋瘋毀了他 包住他 就算 包住他 因為沒有人去 他不開門 喂 原來 他出生 大家都討厭共產黨 你對著這個歷史 完全不要提 是當沒有這個人 我又不同意這件事 那個歷史就是歷史 你就要真實地面對 有些人不肯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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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怎樣處理他 就包住他 至於說 你說這幾個片 我自己有沒有些 補充呢 起碼我自己會覺得 一件事 他去講到 這個港英政府 那個情況 我覺得還要加多一點 以我自己親親所見 當時的確是有 對華裔人士的歧視 譬如這百人會高高在上 但我不是說 這個是整個港英政府的問題 但是基於當時那個 社會的情況 的確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這是其一 第二有什麼呢 當時警隊 警察是相當之腐敗 是啊 當年 你也經歷過這些事情 是啊 我們看澳門 看到過來的事情 一直過來香港 但是他裏面幾個片 也提到澳門的 我不知道你自己 在不在場 123事件 其實澳門政府已經跪下了 已經被搞定了 就是讀中學的 最後一年 澳門就是那一年 但是現在就完全絕口不提了 澳門比香港更嚴重 澳門就 私人都 因為他的地方很小 那些鎮壓的活動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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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時也想不到 那種 那種 去管理他 反正不要 沒有什麼好趨勢 那種 那這個是 舉一反三 第三 我覺得消息的檔案給了我們一個啟示 香港其實很多歷史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足夠的條件去做一些比較詳細的紀錄 因為譬如在我未出生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的歷史就沒有人寫的 譬如說日治時代的故事沒有人來的 完全當忙就抹了就算了 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沒有去做到日本方面文獻的考察 譬如有線有個女記者姓張 他也有翻譯的那本書 那些就比較珍貴一點 但是那段歷史 你問當時的人如果還健在的話 他們都不太想提 因為有位巴基斯坦籍的老人家 當時的原因我需要訪問他 他提到一件事 當時是吃人的 吃人肉 餓得這麼高 是的 這些我想當事人都不想再提回 而且那個事件距離現在都頗為遙遠了 但是還有人都沒有死 但是有那個人他當時很小 當然很小 他聽到一些事情 但是完全沒有做紀錄 完全沒有就算了 過去了就算了 這是一個歷史就這樣浪費 完全沒有做紀錄 完全沒有追查 現在要追查就查不到 你講這件事 甚至有一個更大的懷疑 是甚麼呢 近年發生的事 遲些都會被散改 是啊 沒有記錄的 完全你不改就撕掉就算了 是啊 或者用他的版本去講 因為現在他的話語權很強 很簡單你看Youtube 那些港產片 第一件事你馬上查到 其實對白已經是全部普通話 我甚至聽過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這些 擁有這些80年代港產片的版權公司 他都刪改了他的對白 因為怕大陸 其中一個例子是甚麼呢 譬如《書劍恩十六》 鄭肖秋唱的續例曲 羅文當時也有唱的 《世章滿爐滅》 《滿爐》這兩個字都要刪改 特別是周星馳自己拍的那些 有些蛙虎 這個中國公安 解放軍那些東西 可能對白他自己都要改 我聽說 譬如在這個省港奇兵 那個對白都要改了 就是因應現在的政治形勢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自己不做一些功夫的話 很恐懼 其實整個歷史就會陷阱 很恐怖 歷史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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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從來都可以改 現在才知道 所以這個戲 這些是很重要的 問題是因為我未看 我就不知道功力去到哪裏 他這次應該做得很好 因為他在那裏不停地改 歷史上有新的資料進來 更新的資料 他又會去改 但是這些工作 就是需要香港人 很多人的努力 不是靠一兩個人去 因為你做了之後 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人看 所以你做了這些 最重要的是 你給一張學生去看 譬如說設計檔案 如果每個人都去看 那戲院就會做 逼他做 現在你不要太幼稚 戲院現在是不敢放 我知道 那另外社區放映 社區放映 社區放映就可以 暫時都未去到這個地步 因為他講歷史 他不是批評你現在 但是現在大家害怕 戲院現在自己都騰雞 有些戲 先想想 會不會被人搞 我爭放 那現在你就放 看那些什麼 建軍大業 那些 你不放 你不做這些 建軍大業 這也是一張新的啟示 意思是 大陸導演去拍 乾脆不要拍 給香港導演拍 算了 他明知道大陸沒有人看 現在這一部都不行 都沒有人看 但是 香港好一點 就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懂得他選擇 最重要是保存歷史 保存歷史 我自己有這樣而發 譬如說前兩三年 整個事件的過程 本身 我們很好運 因為現在我們有互聯網 不是說 你說刪除就刪除 起碼流傳在那裡 但問題就是流傳在那裡 不足以影響下一代的人 因為下一代的人 現在你看到學校 就開始跟你洗腦 開始灌輸一些 或者有些東西不讓你知道 有些東西歪曲了 你就很簡單 譬如說 五四運動 我們的理解 跟現在的中學生理解 是完全兩回事 是不是 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理解 就是因為 學校就要這樣教法 是不是 你看到那個長期的效果 就是譬如大陸的人出來 就是他們對歷史的認知 是完全跟我們不同的 我甚至可以很 就是 主觀的說法 我們認識是比他們多的 因為我們這裡什麼都看到 是不是 我們左派觀點就看到 右派觀點就看到 美國觀點就看到 英國觀點就看到 就不會 就是 就是 共產黨告訴你 你 你 應該怎麼看法 這件事 我最近看youtube 真的 我們經常說 共匪共匪 匪字 原來我才明白 那個匪字為什麼 真的 就是 董介石說 他當時 當時 木日東談的時候 談很多事情 他應承了很多事情 然後 他說 完全不 偷了他的事情 他真的是偷的 他真的是偷的 所以 他用匪的那個字 就是說 蔣介石有多事情 想了之後 暫時還沒做到 就被共產黨 什麼都偷 什麼都偷 好地都偷 國家偷 都當我們偷 都叫他匪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件事 然後知道 蔣介石等華東 講和了幾次 講和了幾次 但是 這段歷史 也不是我們 這一代人 足夠功力 去重新審視 因為 尤其涉及到 第一手的原子資料 但是 散港歷史的過程 現在 涉及到這個時期 也發生了 譬如說 以前說八年抗戰 你另一件事 就是 關於歷史 其中一個重要人物 就是 寫歷史 其實中國歷史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 錢穆 錢穆在台灣 那個故居 我問了那個當地 就是開門口的人 那些隱民 我講 現在去看參觀那個故居 大陸人 就是 他連 那樣東西都控制了 是的 涉及到這個人的詮釋 那些話語權 都要控制 那他們有個優勢 就是人多 人海公勢 總之 也有錢 那他又去 胡適古居 那些傳媒都要去看 那這些人不去看 那本地人不去看 或者香港人不去看 那將來你便放棄了 胡適 傳媒的話語權 那你香港也都發生這件事 就是大家對保存自己的 那你很簡單 還有一件事 香港電視劇 以為香港觀眾 是每天對著電視劇 你理解電視劇 我問你一個人 問你一句話 你見不見到香港 一個學者寫過一篇文章 講香港電視劇 絕少 我告訴你大陸有很多 我告訴你將來有一天 香港電視劇 由他介紹給你聽 是啊 他寫香港電視劇的歷史 大陸有人介紹給你聽 香港電影 香港電視劇 周星馳研究 大陸人研究很厲害 他介紹給周星馳為什麼 人們就放棄 你不做一件事就放棄 但是這有很多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時代拙折 譬如我聽過 我開始聽過人說 紀圖告訴我 教書的時候 有個別學生 不知道誰是周星馳 那你再遠一點 馮寶寶 梁醒波 新馬仔 陳寶珠 超方方 現在沒有了 那你是香港的年輕人 不要說放棄 我們根據 for whatever reasons 無論什麼原因 大家沒有興趣去保存歷史 那沒有呢 所以他們就捨為了空間 所以現在你看自清資料館 不是香港人去的 是大陸人去看那些 我們五六十年代的語片 你不排除陰謀論 就是 其實他要主導了整件事的全職權 全職權 他解釋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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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解釋給周星馳為何解釋 而周星馳亦都樂意這樣做 你解釋 不是的原因 因為那個市場在那裡 市場在那裡 周星馳 喂 粵劇代表 早把你的白雪仙砍在一邊 將來講粵劇 你怎麼能把白雪仙說 他解釋給你聽 什麼粵劇 這些就是香港放棄 你不夠他解釋 這就是歷史的趨勢 你要抗拒這件事 就不要既往某一個人跟你做 因為這個工作是大家都要做的 有人做了你要看 你看完之後 你要說服其他人都要去看 譬如說這個消息的檔案 我絕對覺得 大家不要說這段歷史 我們沒有什麼心理 至少那段是客觀 或是真實 你不會加深的心理 他是做個研究 譬如說他講一個論點 他有當期的報紙給你看 有在生的人 你可以挑戰他的 即是說 不是每個涉及的人 或者掌握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都肯出來講 這個你可以挑戰他 但是這件事做完了之後 如果將來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他也可能訪問到一些 有新的觀點 或者有新的證據的人出來 如果今時今日已經說 我不看的時候 或者我不去看 不理的時候 他便做不到 放棄 讓他為所欲為 對 就是 為什麼要做紀錄 為什麼要去看 然後去做研究 就是要這件事 但是我相信 香港人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天為自己的生計 已經奔波得很厲害了 你又為層樓 子女的教育 如果一個不幸 還有老人家的 為他們那個健康 是吧 那萬七樣東西 那你還怎麼可以 去花時間去做這些事情呢 文化工作 這樣就被人做了 但是這個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 咦 跟著香港 就是還有沒有香港人呢 因為剛才我們釋過這個 就是這個香港人的 整個身份認同的 重要元素來的 身份認同的 有兩個層次 一就是認同的文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記憶 記憶 我講一下那個分別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就算你一個在廣東山下來的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他甚至跟我們同一個年代 可以去到極端就是 他講的廣東話跟我們是完全相同 但是你一問起一些比較 集體記憶的東西 他沒有的 比如說我們那個年代的 我們回家 我們就看 無線電視放的語氣柴片 那天就構成了我們 整個其中一個身份認同的重點 你說起身份認同 香港人的問題 我也舉了一個最簡單的 例子 最近一個最好的 新聞人物 今天報紙賣了新聞 就是 一位旅遊作家 那件事 我一看 嚇到一跳 原來他是 大陸四川下來的 進了香港要讀書 跟著馬上靜了熊人 全香港人 當他是旅遊達人 即是旅遊代表 我都不知道 他原來來香港很短時間 那變了 他變了 他是香港人 可能我們變了不是 他是香港旅遊 寫作人 最頂峻的那幾個之一 那可能也不是說廣東話 他也說廣東話 他在香港讀書 他在香港讀書 跟著在中文大學又拿了碩士 但是我都猜不到 他原來來香港的時間 這麼短 這麼教官 即是說 他原來做了一個很高職位 做了一間很重要的公司 日本公司 就是打機那間公司 Pay Station那間公司 高層也是董事 就是他這麼年輕 這麼短時間 做到一個這麼重要的KOL的角色 現在很多廣告都找他 那慢慢這件事就會成為一個常態 我意思是說一個香港名人 他不需要一個香港時間很長的人 不需要 他可以做一個香港名人 兩三年時間 幾年時間 或者五年 而且這種狀況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即是來香港讀中 你不需要說到這麼… 這麼… 比較偏門的例子 就是很簡單 運動員已經是 運動員更加不說 那就是這件事的加快版 有幾個運動員 他在上面已經打到什麼 一轉下來 又是香港隊 又拿牌 什麼拿牌 上次公司主席 原來他幾年時間 已經做了上次公司主席 那你慢慢 遲多幾年 就拿這些人作為香港的代表 那當然 你覺得這是不是歧視呢 那你慢慢自己咬下去 我不是咬下去 意思是說 現在的人告訴大家 其實做一個香港人是很快的 真的 做一個重要人物很快的 三幾年 甚至四五年就做到 真的 即是 越來越多的例子 你說得對 真的越來越多的例子 那見怪不怪 但是 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這個時候 都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即是你說 自己自覺是香港人 那後面應該有些 包含什麼元素在這裏呢 還有一件事 講一下 學英文那件事 要講一件事 現在大陸就是用飛 吸收飛用 請飛用 都沒有 沒有 原來現在 我上youtube 我真的嚇了一條 就是 現在大陸 大學 請那些美女去教英文 喂 那些人 就是 差不多等於 在網上應徵 即是有間機構幫人應徵 你去 安排大學 教書 教英文 很多年輕人去教英文 搞得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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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網上很多這些片 就是那個老師 二十多歲左右 拍很多片 還在講大陸生活 然後向全世界 在youtube宣布 我現在來中國教書 教大學生 生活非常之好 學生很喜歡我 英文很進步 大家都很開心 想像很快樂 嘩 看了這些片 我真的拆了一條 你猜一個香港大學 中文中學校裡面 會不會請教師這樣做的事 有的 絕小 個個要講資格 填表填到你暈 對 對 他現在很需要 找個機構 到處留人去大陸教英文 好像到暑期公 就湧入去 一千幾百個個個湧入去 真的 好了 過了兩三年之後 全部英文都很好 我又沒有阿滿叔這麼樂觀 因為他學英文學得快 跟人興奮興趣 不出奇的 因為他們學英文 他們不是 那個Motivation很強 不是 一來Motivation 二來他學習方法 不是依這本書 不是依這本書來教 是 因為香港為什麼 英文教了這麼多 教這麼多年 這麼差 就因為他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用課盤教 課盤洗得不好 都不是 因為 根本可以去到的地步 不用課盤 教書就教書 那慢慢現在開始 都會有這件事 就是不要用textbox 不要用textbox 理論上 就是 我們理想的 愿文教師 是要度身 為那個小孩訂造的 那不可能 但是 條件所限 那另一種東西 就是現在香港 未補造 遊戲中學英文 大陸的人 反正 反正 現在 反正 既然找一個小孩 來教 美國或英國 來教英文 他 放手去做 他就不用依貨盤來教 遊戲來教英文 我就總結一下 悶叔哥的說法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遙不可及的 你有錢就可以了 你有錢 你找一個 純英國厚音的管家回來教 讓你小孩幫你學 那這是最好的 你不適合門路 你不是做一些最正常的事情 就是 你現在就是去學什麼 學什麼 你都不會找一個 真的好的老師回來教 現在 如果你真的 夠膽放手 在網上或者在哪裏 很多的 請個年輕人來 喂 他叫他住在家裡 是啊 你真的請個 這些跟我們以前 講的那些 民國的時候 有錢的家庭 經常請老師回來 在家裡住 住在家裡 只要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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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便宜出去讀書 是啊 比你便宜出去讀書 你現在動切 你說幼稚園 都幾疲一個月 大佬 都不爭在家裡請個 英籍的 是啊 不請 不請非 請個英國人 專教英文 實際上不在教 日常溝通就是 你找他和他溝通 找個大學生來 不如你住在家裡 我請你住 你和小孩子玩 玩遊戲 是啊 好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這個真是很親意 是 明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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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